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学习了什么 你又有哪些收获呢 小强说 通过前面的学习 我知道 同分母分数加减法计算起来最简单 只需要分母不变 分子相加减就可以了 莉莉说 因为分母相同 分数单位就相同 所以只要把分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 小华说 一分母分数加减法相对复杂 需要先通分 然后按照同分母分数加减法进行计算 方方说 我还知道 因为分数加减法与整数 小数加减法的含义是一样的 可以利用加减法的含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看来 你们对这部分知识掌握得很清楚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带着这些知识储备走进生活 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 发现并提出值得研究的实际问题 上节课后 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在生活中寻找分数的任务 现在同学们能说一说 你在生活中都找到了哪些分数吗 萱萱说 我去超市买酸奶 一共买了八瓶 全家四个人 每人可以分两瓶 这两瓶就是所有酸奶瓶数的四分之一 小明说 昨天的晚餐 妈妈做了四张烙饼 我家有六个人 在分烙饼时 我想到了分数 方方说 我也在生活中找到了分数 在统计五年级学生出生月份时 我得到了这些分数 第一季度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三十六分之十一 第二季度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 第三季度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四季度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十八分之五 同学们都能留心观察 在生活中找到了这么多的分数 你们可真了不起 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研究这些来自生活中的分数 好吗 看看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新收获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 你是怎么将酸奶瓶数和分数联系起来的呢 宣宣说 当我想知道喝了的酸奶瓶数和总瓶数之间的关系时 就可以用分数来表示 比如 妈妈买了八瓶酸奶 我喝了两瓶 那么 我喝了的瓶数就是酸奶总瓶数的四分之一 原来 你想到了分数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下面 萱萱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呢 萱萱喝了所有酸奶的四分之一 妈妈喝了所有酸奶的八分之一 看到这些信息 你还想知道点什么 小美说 我想知道 萱萱和妈妈一共喝了所有酸奶的几分之几 小强说 我还想知道 萱萱比妈妈多喝了所有酸奶的几分之几 下面 你能试着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吗 试一试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都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杨阳说 我解决的是 萱萱和妈妈一共喝了所有酸奶的几分之几 这个问题 根据已知信息 萱萱喝了所有酸奶的四分之一 妈妈喝了所有酸奶的八分之一 可以列出算是 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等于八分之三 所以 萱萱和妈妈一共喝了所有酸奶的八分之三 方方说 我解决的问题是 萱萱比妈妈多喝了所有酸奶的几分之几 就用四分之一减八分之一等于八分之一 萱萱比妈妈多喝了所有酸奶的八分之一 同学们 在萱萱喝酸奶的情境中 我们经历发现提出问题 并通过分析已知信息和问题之间的关系 利用分数加减法运算解决了实际问题 相信你们一定都有所收获吧 刚才我们解决了萱萱在生活中找到的分数问题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小明在分烙饼时都找到了哪些分数问题 看到这些信息 你们最想知道什么? 莉莉说 我想知道 平均每个人吃了多少张烙饼 好 听你的 我们就先来解决这个问题 用你喜欢的方法试一试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杨阳说 我是把一张烙饼看作单位一 每一张烙饼都平均分成六份 每一份就是这张烙饼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六分之一张烙饼 有四张烙饼 也就有这样的四个六分之一 就是六分之四张烙饼 也就是三分之二张烙饼 还有同学是这样想的 兰兰说 我把四张烙饼看作单位一 把四张烙饼平均分成六份 每一份就是四张烙饼的六分之一 也就相当于一张烙饼的六分之四 就是六分之四张烙饼 化简后就是三分之二张烙饼 谁听明白 他们俩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谁能再来说说 方方说 我听明白了 杨阳的方法是将一张烙饼看作单位一 把每张烙饼平均分成六份 每一份就是一张烙饼的六分之一 就是六分之一张烙饼 有四张烙饼 就是四个六分之一 就是六分之四张烙饼 也相当于是三分之二张烙饼 而小美是把四张烙饼看作单位一 就是把四张烙饼平均分成六份 每一份就是四张烙饼的六分之一 也就相当于一张烙饼的六分之四 也就是三分之二张烙饼 同学们 你们对分数的意义理解的可真清楚 说到这儿 你们有没有想提醒大家的呀 兰兰说 我想提醒大家 这里是把四张烙饼平均分给六个人 每个人分到的应该是三分之二张烙饼 这里的三分之二表示的是烙饼的张数 要加单位名称 张 你提醒的可真及时 这里的三分之二指的是三分之二张烙饼 确实应该加上单位名称 我们可以将一张烙饼看作单位一 平均分成六份 每一份是四张烙饼的六分之一 虽然这两位同学把不同张数的烙饼看作单位一 但最终结果都是相同的 每一份都是三分之二张烙饼 刚才我们一起解决了你们提出的问题 接下来 我们再一起去看看小明家实际分烙饼的情况吧 爸爸吃了所有烙饼的三分之一 妈妈吃了所有烙饼的八分之一 妹妹吃了所有烙饼的十二分之一 小明吃了所有烙饼的二十四分之五 爷爷和奶奶吃了所有烙饼 看到这些信息 你想研究点什么呢 兰兰说 我想知道爸爸和妈妈一共吃了所有烙饼的几分之几 东东说 我想知道小明比妹妹多吃了所有烙饼的几分之几 方方说 我还想知道爷爷和奶奶吃了所有烙饼的几分之几 同学们可真棒 提出了这么多好问题 现在就请你选择一个喜欢的问题解决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小美说 我解决的是爸爸和妈妈一共吃了所有烙饼的几分之几 根据已知信息 爸爸吃了所有烙饼的三分之一 妈妈吃了所有烙饼的八分之一 可以列出算式 三分之一加八分之一 先通分二十四分之八加二十四分之三等于二十四分之十一 所以爸爸和妈妈一共吃了所有烙饼的二十四分之一 你们同意他说的吗 他做的对不对呢 老师 我认为他做的对 因为三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分母不一样 也就说明他们的分数单位不同 所以我们要将他们的分数单位统一 然后分母不变 分子相加 小强说 老师 我解决的是小明比妹妹多吃了所有烙饼的几分之几这个问题 根据已知信息 妹妹吃了所有烙饼的十二分之一 小明吃了所有烙饼的二十四分之五 可以列出算式 二十四分之五减十二分之一 计算后可以知道 小明比妹妹多吃了所有烙饼的二十四分之三 约分后是八分之一 莉莉解决的是 爷爷和奶奶吃了所有烙饼的几分之几 要想求爷爷和奶奶吃了所有烙饼的几分之几 就要将所有烙饼看作单位一 一次减去爸爸吃了的三分之一 减去妈妈吃了的八分之一 减去妹妹吃了的十二分之一 再减去小明吃了的二十四分之五 计算可以求出爷爷和奶奶吃的烙饼 是所有烙饼的二十四分之六 约分之后是四分之一 同学们 回过头来看一看 我们解决的这三个问题的方法 你有什么想和大家交流的吗? 萱萱说 这三个问题都是用一分母分数加减法计算解决的 小强还有补充 在计算一分母分数加减法时 都需要先同分 统一分数单位 然后用分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 也就是分子相加减 此时小华产生了疑问 这次计算结果后面还用不用加单位名称了呢? 萱萱说 我认为 这次计算结果后面不能加单位名称 因为这些结果都表示的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而分烙饼时说的是每人可以分得多少张烙饼 是指具体的数量 看萱萱解释的多好啊 有理有据 让人信服 分数在表示具体的量时 就要带上相应的单位名称 在表达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时 不加单位名称 解决完小明家分烙饼的问题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方方找到的分数问题 这张统计表就是方方调查的五年级所有学生出生月份分布情况数据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观察表格中的数据 你能说说这些分数都是什么意思吗? 杨阳说 我认为三十六分之十一的意思是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三十六分之十一 萱萱说 老师 六分之一的意思是第二季度出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 东东说 我认为四分之一的意思是第三季度出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小华说 我认为十八分之五的意思是第四季度出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十八分之五 没错 你们对这些分数的理解是正确的 这里的分数表示的是某季度出生人数和总人数之间的关系 看到这个统计表 你想研究点什么呢? 小强说 我想研究上半年和下半年出生人数各占总人数的几分之几 老师 我还想研究五年级一共有多少人 那我们就先来解决上半年和下半年出生人数各占总人数的几分之几 快试一试吧 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萱萱说 我将三十六分之十一和六分之一相加 求出上半年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三十六分之十七 再用四分之一加十八分之五 求出下半年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三十六分之十九 你表达的可真清楚 字迹工整 书写规范 老师 我还有不同方法 我的第一步和萱萱一样 先求出上半年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三十六分之十七 不同的是 在求下半年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几分之几时 我将五年级一 用一减去上半年的三十六分之十七 就可以直接求出下半年出生人数占总人数的三十六分之十九 这个方法可真不错 给我们解决问题 提供了新思路 我们再来看看五年级一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吧 你能解决吗 快试一试 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小美说 我认为这个年级应该有三十六个人 通过前面的计算 我发现这四个分数分母的最小公倍数是三十六 所以应该是三十六个人吧 东东说 老师 我有不同意见 现在只能说明五年级最少有三十六人 七十二也是这四个分数分母的公倍数 也有可能是七十二个人啊 莉莉说 老师 我认为这个统计表中的数据 只给出每个季度占总人数的几分之几 根据分数的意义 只能看出每个季度人数和总人数之间的关系 不能确定总人数具体是多少呀 看来要想解决五年级一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 只凭借图表中提供的数据是不能够直接解决的 还需要再增加一些数据 其实呀 我们只要知道 某一个季度出生的人数就可以知道总人数有多少了 比如 我们将四个季度看成单位一 第三季度出生的有九十人 因为第三季度出生的人数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九十个人就相当于是一份 总人数就是这样的四份 九十乘四是三百六十人 在我们增加了一条数据之后 五年级总共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被我们顺利解决了 通过这个问题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在发现和提出问题时 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问题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缺少信息时 要履清思路积极寻找相关问题 今天我们在萱萱喝酸奶小明一家分烙饼 统计五年级学生出生月份情况时 都找到了分数问题 并运用分数加减法解决了问题 其实呀生活之外在数学的世界中 还有很多有趣的分数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 杨阳说 我发现每一行首尾两个数都相同 是四分之一 除此之外 每一行中间的数都是上一行两个相邻数的核 比如四分之二是由上一行的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得来的 而四分之四是由上一行的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三得来的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 找到了每行数之间的关系 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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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接着思考 如果将三角中的四分之一换成八分之一 结果会怎样呢? 看看刚刚说的规律还存在吗? 赶快在你的学习单上试着写一写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小华说 我将四分之一换成八分之一后 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 我还想知道 是不是将四分之一换成其他任何数? 都有这样的规律呢? 这位同学不仅解决了问题 还能针对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 并提出新的问题 有想法 屏幕前的同学 如果你对小华提出的问题感兴趣 可以课下去试一试 今天我们不仅找到了很多生活中的分数 运用分数加减法 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还能在有趣的三角中探寻规律 回顾一下今天的学习过程 你有哪些收获呢? 兰兰兰说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知道 既可以把一个物体看作单位一 也可以把多个物体看作单位一 小强说 我还知道了 分数既可以表示具体的数量 也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兰兰兰说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知道 原来分数在生活中的应用可真多呀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不小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更多分数 以及分数加减法 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数学不仅仅是书本上抽象的知识和符号 更是让我们了解世界 解读世界的工具 那课下就请大家借助今天的学习经验 尝试完成数学书第100页的第4题 在明天的学习中 我们还将继续研究分数加减法的相关问题 请同学们做好准备 期待明天的课程吧 同学们 再见